《戴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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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排到圈吗 九四年级人大代表吧 那当然 第八届人大代表 第九四年级人大代表 对啊 当玉门人的时候 所以你也要努力 快点进来 李衍 李衍 她是第一位站上东奥林奖台的 中国女子短道四华运动员 她是改变中国短道四华历史的 功勋教练 她是中国冰雪事业发展历程中的 一位传奇女性 人们记住她 因为那些问鼎巅峰的荣耀瞬间 而她却说 真正的热爱 来自于每一天 李衍每一天的工作安排 几乎都要精确到一半小时为居间计算 我们就喝咖啡提提审 在中国杯短道速化精英联赛青岛站的比赛间隙 她难得地拥有了片刻放松的咖啡时光 我觉得很幸运 很幸运 虽然这个在这个人生的路上 每个阶段都需要自己要复苏 要努力的是吧 但是呢 你这个努力完的结果 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很幸运 幸运的人呢会越来越幸运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从内心里召唤的事情有好多运气 1988年 22岁的李衍在卡尔加里冬奥会上 获得女子短道速滑1000米金牌 和500米1500米铜牌 组委会用神龙腾飞 来形容这位首次亮相冬奥赛场 就一名惊人的东方女子 1992年 二贝维尔冬奥会 短道速滑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李衍在500米比赛中获得银牌 为中国短道速滑队赢得了第一枚奥运奖牌 作为运动员的李衍 书写了中国短道速滑队 冬奥真诚的开端 退役后的李衍曾先后指教斯洛伐克 奥地利及美国国家队 2006年 李衍受邀回国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12年 三届冬奥会 七经五营一同 中国短道速滑队在他的带领下 重回世界巅峰 作为教练员的李衍 把最好的青春年华 都奉献给了那片他最爱的冰场 和那群称他为后妈的队员们 组里边 都奉献を 用立 细节决定成败呀 我们要回到起点是吧 下一轮比赛是 下一次 在这回起点的时候干嘛呀 重新洗牌了 重新出发 这样的好一点 自己啊 自由滑街啊 怎么说 我想看你们都在想着呢 你还撅 你已经起来了撅了 你后上被人过怎么过的 你要后上过别人懂啊 你做到了你就过了 看怀的角度啊 看魂力度 是吧 靠左脚 压压压 进来 好 说得 直接勾 这个动物座 就是说 那是在你水平相当 相当激进的时候 对不对 你跟每一组的运动员 每个层次的运动员 都有激进的时候吧 伸腿怎么练啊 每天练的 每天 我们说教练在喊 伸脚 反正爱身不身的就完了 那比赛时候怎么闹了 谁 谁 谁受益了 谁没受益 这都是细节啊 我发力的那个词 根本就没对着你们说 你问问Derek 你今天如何感觉到 我教练的风格 如何 我教练的风格 我会说 我是个简单的 人 对 你觉得 只要 花时间 你做得好 所以我去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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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 但是12年時間裡面 我在這個期間 也培養出來 無數的優秀運動員 我也特別感恩 有這樣的好的團隊 有這麼多運動員 能跟我在一起工作 這個一個人的力量 是做不到的 所以正是有這樣的 保障團隊 有這樣的優秀的教練員 和運動員的配合 我們才能夠 向大家展現出來 你看見這個奧迷賽場 和真正動員 這種畫面 短道教母 冰上鐵娘子 後媽 這些帶著強烈 性別符號的稱謂 無不勾勒出 李衍剛毅果敢的 執教風格 但可能正因為是女性 她在殘酷的 競技體育世界裡 披荊斬擊時 所表現出的隱忍和堅韌 才顯得更加動人 你永遠不知道 那個嬌小的身軀 扛下了多大的壓力 又蘊藏著多大的能量 身在何處 李衍都表現出了 非凡的指教能力 2010年溫哥華同奧會 她讓中國管道復華 寫下新的歷史 2010年李衍成為首位 獲得體壇風雲人物 最佳教練獎的女性教練 我應該是第一位女性教練員 取得這個獎項吧 所以我認為呢 這是對全國所有女性教練員們的 一種鼓勵 在中國叫國家隊 在國外叫職業 在這個領域當中的女性其實並不獨 要如果compare跟這個男性的話 根本就是這個 就雖然分別很少 但是一旦他們做成了 我覺得他們也有自己的特點 我們都在男性的世界裡面 在去工作 跟他們一樣去搏 因為都是對手嘛 比如說我們在場邊上 在那個指揮台上 現在越來越多女性也是多了一點 但是當時呢就是我一個人 旁邊全都是男子漢這樣的 這個其他國家的教練員 這都沒有什麽 像老闆店這個幾乎都是男性世界 所以我認為這個優是和什麽的 但沒有絕對的 只能說更多的是挑戰 2006年李衍決定回國職教時 女兒貝拉還不到兩歲 四年後先生帶著女兒回國 一下三口才得以團聚 除了工作的話題以外 李衍聊天的內容幾乎全部都被女兒佔據 媽媽那電話號碼已經發給你了 然後呢你就問一下就可以了 就like please call in time 因為secret是明天 然後呢我早就跟你說了 然後呢我就讓你 我就想讓你放心一下 所以like你可以給她打電話 可是like我不知道你打沒打 好的我明白了 但是回家還是要跟爸爸再商量一下 不是商量是告訴她 也是商量 就說你是星期五的事情 然後我會給那個 我一會兒就給她的家長打電話好吧 我非常辛苦 我有一個非常乖的女兒 所以好的家庭 我覺得我希望她更加獨立一點 然後因為她很非常獨立 我也希望她能夠 雖然父母會給她一些意見 包括她的學業啊 選校啊 得校啊 包括未來 肯定父母會給一些意見 但我在家裡面 絕對不是一個強勢的人 這樣我先生方而是 就是對她管的特別一點 我希望給她一些建議 追蹤的抉擇還是 讓她自己來接 好 遊戲 怎麼樣 教教 第一次就做得很好 很棒 這是第一次做得很好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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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一下怎麼樣 看小小自己做的 我覺得我有簡質 此刻的力言 讓我們仿佛看到 那個初登冬奧賽場時 笑得帥真可愛的少女 其實從未遠去 只是在熱愛的事業面前 這些年的犧牲和奉獻 於她而言 似乎都不值一提 2015年7月31日 北京升冬奧成功 冬奧會正式進入北京週期 這對於每一個中國冰雪人來說 都是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四年 而李衍也在這個奧運週期 有了一個新的身份 中國華冰協會主席 是1992年 1988 是 还是不需要 谢谢 李老师 对吧 要比赛 下周二走 总结赛 我们要去别的冰场 对对对 这个冰稍微有点硬 因为他们比完赛之后 交后 然后我把那个又刨出坑来了 我就都给他们磨平了 对不然自己磨 必须得让他们自己磨 不用 让师傅修一下就好了 好了 好了 谢谢 拜拜 安静的时候是很难放松下来 你不觉得忙 对 你一直在一个忙的状态 然后你突然要觉得 你是有一个时间 你可以安静下来 其实安静是需要力量的 就我如果年轻就知道 因为你静不下来 你要有一个巨大的力量 能够让你静下来 这个静是需要力量的 你如果用这个系统的话 你在这里没有安息设备 也安息设备 对 因为在北京在2022年 这个中央会的周期呢 你也知道我们加大了 这个科技助力 这个方面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你想 他不管是运动员 他体能再开发 他也是需要一些科学的训练手段 和仪器来帮助他 能够来分析他的技术动作呀 能够来分析他的体能状态呀 李衍曾开玩笑说 习惯了一身运动服的他 常常会打开衣柜 却发现找不到一件合适的症状 然而作为主席的李衍 每一次的亮相 都展现出了更加知性 和美丽的一面 欢迎大家来到2018-2019年度 中国杯得到宋华金银联赛 作为协会来讲 特别是在2022年冬奥会 这样大背景下面 那我们有三个方面工作吧 第一个就是要保证国家队的备战 第一个在奥运赛场上 正硬多银是我们的工作 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这个才能够成为 真的冰雪强国梦的支撑 另一方面呢 像你看到的 我们在不断打造 这个各种赛事的平台 让运动员有一个上升的渠道 把平台搭建好 能够吸引不多的人来参与 再一个就是 在三人山冰雪的这种号召下 我们怎样做才能让大家来 所以我们在琢磨 就是说 那我学校的孩子我怎么办 能不能有机会参与冰雪运动呢 他如果要是说参与了 有什么样的渠道 让他能够再进步呢 这是我们考虑的三方面的事情 今天是大众冰雪节开幕式 所以所有的冰雪界的人士都到了 就是刚才我看大洋洋 发了一条那个微信朋友圈 我说都是冰雪界的英雄啊 最早1994年 那个叶孝波都来了 每一阶的奥运冠军 和奥运界人们都在 不是每四年 而是每一天 李衍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并把它写在了工作日志的匪页上 2019年5月 李衍把总教练的教编 交到了自己曾经的爱徒王蒙的手中 而他也将以中国华冰协会主席的身份 继续为冰雪项目的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冰雪人的热血与激情 在一个四年又一个四年的轮回中 在一代又一代冰雪精英的坚持下 传承和延续 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 那变化只有变才能够有进步 对吧 所以无论是在竞技场上 还是在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要想达到这种真正的是 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体育是一部分 那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 你要承担你自己应该承担的 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我觉得 责任是比较有目标 也比较活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 你应该做的 如果你想去做 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因为你喜欢你喜爱 当然付出是应该的 所以千万不要说辛苦不辛苦这样的话 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你今天选择了 你就享受这个辛苦人带来的快乐 说好的都爱惜自己的 但是真拼起来好像谁都没这么做 就说好的都要照顾家庭的 好像要做起来谁又都没这么做 所以就互相勉励吧 都好好的 你好 好好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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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从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 到即将迎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 走过近40年艰辛历程的中国冰雪运动 即将迎来崭新的时代 几乎亲历了这一切的李宴常说 唯有不断地改变自己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而唯一不会改变的 是对冰场寒冷空气的眷恋 是心中那团 永不熄灭的火焰 我们晚中一心 冒着敌人来跑火 尽敬冒着敌人来跑火 尽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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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爱我心动 中国比赛 与此一四百米比赛当中 获得了冠军 孤轩突起 他向李延对打不起 中国队赢了 中国队赢了 中国队赢了阿国队 对这个项目长达十两年的控制 中国短道速发女队 本次温德华冬奥会 实现了大大会 此时李坚柔和李延指导 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这个时候他们当过 我们对这枚金牌的 这种可怕 太霸了 周洋 吴大静 王乌龟阳所向平民 恭喜吴大静 恭喜中国短道队 也恭喜男队 真的恭喜男队 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我们希望祖国强大 也希望中国短道队 也希望中国华民结会 越来越好 也希望我们每个运动员 在奥运赛场上 在国际赛场上 对郭震光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OK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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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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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来 这有点 也是啊 好 一二三李研教练 深进什么机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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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